暗夜中整條馬路邊 熊熊大火燒個不停 就連路樹也著火 消防人員手握水線 不停灑水灌酒 火勢相當猛烈 燃燒到路旁鐵皮屋 還有小狗受困狗籠中 消防人員趕緊將籠子打開 將狗救出 事發雲林西羅鎮新興路 週三傍晚傳出火警 原本只是路旁雜草起火 後來火勢越演越烈 燃燒到路旁鐵皮屋 消防人員派出11輛消防車 半小時內將火勢控制 現場是廢棄的工廠 它堆製了很多保利籠 它一些廢棄物 火勢的部分來講的話 沒有波及到明鏡的建築物 無獨有偶 苗栗傍晚也傳出火警 丁樓鐵皮屋 竄出大量火蛇 熊熊烈火伴隨濃煙 不停燃燒 還不時傳出爆炸聲響 小鳥小鳥 屋主逃出後 在下方交集呼救 這起火警發生在苗栗市文山裡 一棟四層樓透天措 頂樓的架蓋鐵皮屋冒出火蛇 消防人員半小時內控制火勢 火災發生當下 還有四人待在屋內 索性最後都及時逃出 一個晚上兩起鑄熔之災 索性都沒有釀成人員傷亡 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火掉人員 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廖文斌鵬知名城市連 范亞橋綜合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式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